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组织群众在牧州帮园发动起义 自豪圣躬 周边各地分级响应 起义军捷报连连 连续攻下杭州 涉州等六州52线 东南震动 徽宗皇帝慌忙命同贯为宣服 使率军15万镇压 起义军战斗失利 第二年方辣遭叛徒告密 被捕就已身亡 一天中对方辣的描述基本上是遵循了历来的记载 设定也是一致的 这点通过小说中 杨潇在与张无忌细说明教历史之时 在他们的对话中可以看出 杨潇沉吟半赏 说道 但叛真能有这么一天 宋朝本教方辣方教主启示 也只不过是为了想叫官府不敢欺压良民 他翻开那本书来 直到明教教主方 那在这种启示震动天下的记载 张无忌看得悠然神亡 眼眷说道 大丈夫故当如是 虽然 方教主训难生死 却终是轰轰烈烈地干了一番事业 西修版《倚天屠龙记》第25章 既然这样 那小说中对于方辣这个历史人物 所设定的时间背景 应当也是和历史一致的 历史上的方辣大约出生于1076年 死于121年 享年45岁左右 那他所处的年代与天龙八部故事发生之时相隔多久呢 这个我们可以从天龙里去找信息 在姓子林事件中 乔峰身世被揭开 康民所提供的有力证据中 前任帮主汪建通的亲笔信上 注有具体的时间 那时是原封六年 也就是1083年 小说中写得很清楚 汪建通写这封信时 其实就是乔峰接任帮主的那一天 到姓子林事件发生 乔峰已经当了八年帮主 因此当时就应当是1091年 之后乔峰离开丐帮 期间多生波折 前后大约过了近三年时间 他在燕门关离世 小说的故事也随之结束 也就是说 天龙八部中的当事故事 大约就发生在 1091年到1094年左右 自欲丐帮马富帮主 传公长老 执法长老 记诸长老 帮主乔峰 若有亲疗叛旱 筑齐丹而压大宋之举者 全帮急刑合力击杀 不得有误 下毒行刺 君无不可 下手者有功无罪 汪剑通金笔 大宋元峰六年5月初7日 新修版天龙八部第16章 由此可见 在天龙八部的故事结束的时候 方纳也就18岁左右 那时的他应当尚未发迹 还没成为明教教主 而在这栋领导起 则还要到27年后 他没出现在天龙八部里就很正常了 其实 即便是方纳当时已经是明教教主 在天龙时期高手辈出的年代 或许也轮不到他亮相 武侠世界里 他能当上明教教主 武功自然是高强的 但可惜 他并不是最厉害的那个 根据杨潇向张无忌所说 明教历史上武功最厉害的乃是第八代的宗教主 能将乾坤大挪移炼到第五层 不要说 方纳 就说是仅次于宗教主的第33代教主杨顶天 到天龙时期 或许也不见得有多厉害 结合《射雕英雄传》中 周伯通在跟郭敬谈起 《九阴来源》时的相关描述 方纳其失败的原因 很有可能还与当年被徽宗皇帝 派去剿灭明教总坛的皇商有关 徽宗皇帝只信道教 他知道之后 便下了一道圣旨 要皇商派兵去剿灭这些邪魔外道 不料 明教的教徒之中 着实有不少武功高手 众教徒打起仗来 又人人不怕死 不似官兵那么没用 打了几仗 皇商带领的官兵大败 他心下不愤 亲自去向明教的高手挑战 一口气杀了几个什么法王 什么使者 新修版《射雕英雄传》第16回 这其实是明教第一次出现在基雍武侠里 从时间上看 皇商带兵去剿灭明教时 当时明教的教主应当就是芳辣 我们可以设想 可能当时就是因为芳辣在东南起 震惊了朝廷 徽宗皇帝为了将明教连根拔起 在下令同贯帅兵前往这东镇压起义的同时 又命皇商领兵前往明教老朝围剿 而皇商在那一役 杀了明教的包括法王和光明 是在内的很多高手 严重地创伤了当时的明教 以致他们没能支援远在这东启示的教主 芳辣最终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随后就义 而且也正因芳辣当时不在明教总坛 皇商因此没有机会与芳辣直接交手 由此可见 芳辣是跟皇商同一时代的人 皇商在与明教一战之后 引来了江湖仇杀 他的家人因此全部被杀 而皇商则是潜瘾山林 为了复仇破解仇人武功之道 达四十年之久 四十年后 他重出江湖 但仇人皆已死尽 他有感于自己也不久于人世 为了不负自己多年的心血 便将他破解天下武学的成果 写成了九阴真经 又数十年后 九阴真经重现江湖 引起各路人马的纷争 掀起了无数兴风血雨 王仲阳为了平息这场纷争 还江湖武林一个安宁 于是出面夺下经书 王仲阳在夺下九阴真经之后 为了表明自己夺经飞思 于是邀请了天下绝顶高手 在华山寄行论剑 已定九阴真经的最终归属权 这也是《射雕英雄传》故事的前因之一 所以说到第一次华山论剑之时 方那实际上已经去世了八十年时间 到郭靖等人的故事发生时 就差不多有一百年 一个一百年前的人 没出现在《射雕英雄传》当世故事中 更正常不过了 实际上 在《射雕三部曲》中有提到 但没在时间背景先前的小说中 出场的人物还有很多 比如不孤求败 林朝英 斗九神僧这些都是 他们有些是时间上与方那样 与当世武林的故事错开了 有些只是通过回忆的形式 被小说所提及 他们的存在各有各的作用 杨潇跟张无忌提起方那 也是为了借助他的势力 推动张无忌在消除了 明教与武林各派的机缘后 团结一致 带领天下义士对抗蒙元朝廷 实现汉人百年的复国大业 杨潇道 天下百姓苦难方身 人心思辨 正是驱除达子 还我河山的良机 西年 杨教主在世 日夜以兴富为念 只是本教向来行事偏激 百年来和中原武林珠派院仇相缠 难以携手抗敌 天姓张教主主理教武 和各派院仇见解 咱们正好同心协力 共抗葫芦 新修版《倚天屠龙记》第25章 那么本期就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对以上内容是否喜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